字幕志祢 加油!努力! 字幕志祢帶你遊山滿水吃好西 今天是2月14日情人節 一於去澳門吃個自助餐 順便走一下 這次我們吃上蒲驚的自助餐 下車之後走入酒店的赤月大堂 然後坐升降機上三樓 我們這次是吃午餐的 吃的時間是12點到3點 這裡的職員都很熱情 看不到你有少少迷路 就會走過來問你有什麼需要幫忙 我是經網上去到預訂的 所以去到就拿位了 這間餐廳都滿滿的 記得一定要預訂 拿位之後 就可以出去外面的錄音城景 看看花打卡 幫助這間自助餐和住在酒店的人 才可以進去 既然包了就不要浪費了 我們進去看看 當一個公園走走走也不錯 這裡設計得歐陸鋒 澳門的酒店 一般都是比較豪華的 這間餐廳 牆都算大 走進來也不會覺得很多人 這裡打卡不錯 這間餐廳 都建議大家可以早回 15分鐘至30分鐘 來逛逛這個公園 走完公園 走完公園 職員提醒我們當日比較多人 最好早回15分鐘排隊進去 好排到我們了 有一個職員 一路走到我們去座位 留意樓 除了帶位之外 要留意大量 請小小提醒這區擺什麼食物 這裡又有什麼特別之類 前邊自助餐廳 我覺得這裏的職員都非常禮貌 還有服務態度也很好 這個場地真的很大 坐得不算很密 我們當日2月14日是爆場的 都覺得OK 現在看看食物 凍海鮮不多 有青口 蝦和小龍蝦 還有蜆 蜆蠻好吃的 晚上有即精海鮮區域 然後到壽司刺身 壽司都是一般質素 我就不要拿來吃 刺身質素我覺得不錯 刺身有三文魚、裸肉和八爪魚 走過來看看飲品區 有凍檸茶 積磨咖啡 咖啡酒剛才說了要加錢 咖啡酒剛才說了要加錢 有瓶裝的凍奶茶、凍咖啡 還有果汁 蘋果汁、橙汁 還有紅白酒要加錢 還有紅白酒要加錢 有職員提醒我們 記得先拍了沙律前菜 他說有少少情人節契到心形的裝飾 看起來又真的 頗有心思 沙律配菜 沙律配菜 其實也頗多 走過後面有些生果 菠蘿、西瓜 都頗清甜、頗好吃 然後轉過來 有少少凍咖啡 最有特色就是有碗芝士 拌了沙律 這個挺有趣 最後還有一個麵包的角色 這個牆壁真的有很多東西吃 看回熟食 有龍燈 咖喱雞 金銀蛋時疏 炒米粉 肉燥飯 炸饅頭 和泰式蝦餅 然後過去就有粥 肉燒肉燒 這邊呢 就有一些 一路煮的意大利粉 有些披薩 這個是炸薯仔 馬介休 還有些炒飯 炆牛腱 還有龍利柳魚 現場色切的肉就是羊肉 湯就有中湯和西湯 中湯就好出色的 煲露無鴨 西湯就是磨膏湯 還有少少燒肉 叉燒 和白切雞 和白切雞 這裡的檔口都裝修得蠻漂亮的 還有滷水拼盤 我吃過了 滷水就不夠美 還有粉麵當 點心 點心吃起來都是正常質素的 然後生煎包鍋貼 生煎包會爆汁的 但味道就 尚算合格 最後還有一個台式蝦餅 還有手蝦餅 這個是 薑露無鴨 還有烤雞扒 還有台式蝦仔麵線 然後我們看看甜品區 甜品區也很大 有一個 有巧克力噴泉 有些賠料 有些賠料 這個位置就有些雪糕 雪糕就不是哈根大斯那些 不過都常算可以啦 這個位置有些 格仔餅 雪糕呀 雞蛋仔呀 甜品 蛋糕呀 芝士蛋糕呀 芭蘭糕呀 泰式甜品呀 總之甜品就真的很多 這裏呢 還有這個 粟仔 梳乎 酥乎 然後而且自己放些配料 這個梳乎梨呢 他做得不錯 甜品種類真的比較多 我同行的人都是為了甜品而來吃 這裡的牆壁非常大 食物款式非常多 但是很貴價的食物就沒有了 算是非常划算的 我們三個人吃午餐吃了742.8 人均是247.6 250元也不用 我經網上平台預訂 這裡一定要訂位才可以吃 提到這裡的自助餐都建議你帶口罩才拿東西吃 但是現場所見很多人也不戴口罩的情況 最貼心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廁所竟然會有瘦口水恭敬 這真的是第一次見 以吃一頓很多食物的自助餐來說 這間自助餐真的非常合格 大家來到澳門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還有其他澳門的旅程 記得讚好訂閱和留言 多謝 我喜歡看我的影片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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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